哈喽大家好,我是该吃该喝喝,体重不旺,心理哥的王美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女子六天结婚三次 最终掉入爱情陷阱的世界奇妙物语故事 模拟结婚 故事开头啊,就是一个婚礼现场 我们的女主角小翠儿,这辈子竟给人家当伴娘了 心思啥时候能轮到自己呢 这随份子都要随出个兰波吉尼了 还没见到回头钱呢 结果婚的闺蜜都劝她 哎呀,那结婚又啥好的呀 还是一个人过得舒服 去别辣去,那一个人舒服你倒是离婚呢 哎呀 晚上,小翠儿和同样单身的朋友刘盈去了酒吧 我们今天不醉不归 不行呢,我对象说不让我喝酒 啊,你啥钱有的对象啊 刚刚不久,她还送了我一个钻戒 说爱我道永久 说完刘盈就找对象约会去了 留下小翠儿一人给她喝闷酒 咦呀 这时,一个眼睛大叔走了过来 地上名片 说,他叫常棍 是一个模拟婚姻的中介人 然后啊,开始接受他的业务 亲,你还在为单身而感到困惑吗 你还在因为恐惑而徘徊不前吗 本公司主打项目 为你提供两天的模拟婚姻生活 现在有经济舱,商务舱和头等舱可以选择 春节大酬兵 可以免费体验一把经济舱 一听到免费,小翠儿心子 哎呀,那就整一个吧 来到常柜的公司 常柜就开始解释 说这等级分类啊,都是靠人的年收入分的 经济藏的人虽说没有几个钱 但他们有梦想啊 说完就掏出了三张照片 小翠儿挫子里拔大个儿 就选中了我们的打工仔狗圣 这来到狗圣家 就受到了热情的招待 狗圣又是给做晚饭 又是给招街安抹的 早上上班还给小翠儿制作了爱心便当 这便当也让小翠儿闻到了幸福的味道 之后在俩儿玩耍的时候 小翠儿接到了领导的电话 要回去上班 从屏幕 咱不难看出小翠儿的工作是个键盘求求侠 好不容易完成了工作 但两天婚姻体验时间也到了 小翠儿又找到常柜 心思,这经济舱都这么好了 立马续费升级了个商务舱 这回的丈夫老韩是个银行支援 小翠儿回到家 没成想 这乌乱的好像是养猪场 裤衩被鞋都出乱丢 但小翠儿也明白 婚姻里不能光享受不付出 在做完饭菜之后 老韩能给点反应 就会让他开心的笑了 可是老韩呢 对家庭完全不伤心 周末也去陪客户打高尔夫 时间一到 小翠儿找到常柜儿就抱怨 说这次选的人不好什么的 常柜儿一听 直接给他升级到了头等舱 头等舱这人是个富二代 名叫大聪 小翠儿这上下班都是车接车送的 但他也得跟着大聪啊 去出席一些高端场所 虽说身体是累的吧 可大聪说 他疲惫的时候也是最美的女人 就这话谁能顶得住啊 小翠儿也感觉到很幸福 第二天 小翠儿要去上班 大聪却早已经给他请了长假 我这么有钱 你还上啥班了 happy就得了 这让小翠儿没有了奋斗的动力 相比之下 他觉得还是狗上比较好 就找常柜儿啊 要跟狗上续个飞 但常柜儿却说 他去完成他的梦想 得不到的永远在扫动 小翠儿也没想到 他会爱上一个打工仔 但现在说啥爱晚了 人不见了呀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狗上来找他了 狗上说 他爱上了一个人 所以不能再去工作 再去当别人老公了 对 没错 爱的人就是你 小翠儿 就这表白 告我谁能顶得住啊 之后俩儿如愿结婚 小翠儿呢在外挣钱养家 狗上在家做饭交活 他们幸福地生活着 但故事到了这 来了个1080的大准玩 狗上拨通电话 对面接的正是 模拟婚介的常柜 原来他从事的 不是模拟婚姻 而是培养不爱工作 只想在家的 家庭主妇养成机构 从烧火做饭 到按摩养生 全方位地培养 直到调到 心爱的女强人位置 电影到了这儿 就结束了 看完电影 我真是觉得 哎 城市套路深 我想回农村呢 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最后 留些个直击灵魂 释放思想的 爱答不答问答题 要是你有个机会 跟别人体验 长两天的婚姻 你选择谁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喜欢这些视频的话 别忘了来一波 评论 点赞和转发 爱你摸摸他